这些美丽的鸟儿有的有鲜艳羽毛气质齐佳 有的外表朴素 它看起来十分可爱 泰鲁格国家公园委托东华大学做鸟类细放调查 最近做出了最新结果 研究发现台湾的鸟类数目增加了 从十多年前的152种增加到现在213种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出现了十分稀有的普通猪雀和白富流离 它们是罕见的台湾冬候鸟和过境鸟 这让台湾的生态学者很开心 那这是非常难得 因为在台湾很少看到这种普通猪雀 来台渡东的鸟变多 意味着生态研究拥有更多的资料与样本 也能更了解各鸟类在特殊的海拔分布 东华大学使用的鸟类稀放研究 事先架设鸟王捕捉这些美丽的鸟类 在它们身上系上特别的标示后再野放 等它们下次再来再做观察 今年这些稀有鸟类来做客 台湾能有这么多五彩缤纷的鸟类 客人来了好热闹 希望台湾的山林能陪他们 度过最舒适的冬天